刚才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选择 我们回看 刚才的例子是说 陈先生在3月2020年 买了一个房子 那么现在房子在ASCO 我们怎么样做了 把房子卖了 不用交税呢 大家请大家留意几个点 第一个房子增值是在24万5 是少过25万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它是要需要住满两年自住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好现在是大概是11个月 11个月 所以的话陈先生稍微跟你的买家 能够有个互动 希望他能够把那个closing day 就是说房子的交割的日期 延迟到2月19号 那么说延迟到18天 我们就可以省下了63,700的一个增值税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够 我是可能过得很快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是说拥有那个房地产 我会建议要超过一年 因为少过一年呢 是根据你的正常的税率 那么有一个条件 现在我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 当你当年是一个短线去卖两个房子以上的话 有可能当你给国序查到的时候呢 他认为你是用买卖房子是一个自雇 这个时候呢 你要交房子的自雇税 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我们看一下 有一年以上的利益的时候呢 您有可能是不用交税的 我们先看一下在2022年长线的表 我们看一下当你单身的时候呢 在你的总收入在41,000 你卖房子的时候呢 你的长线是不用交税的 那么夫妻来说的话 合报的是在83,000 83,350的话是不用交税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1031 第三种办法是1031交换 1031交换是一个延税的 就是说把我们的税延到最后 那么1031的话就有一个45天 跟180天的一个限制 可能不好意思我时间有限 我走得很快 好 我们第四个的方法是 一个opportunity zone 一个机会的专区 那么我把这个slide留给我们的秘书长 余娇来把它跟大家勾搭一下 好我们现在去到第五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想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分期付款销售 就是说当你房子增值的时候呢 你又可以不用一次的交税 你可以分5年或者10年分期付款 当你当年的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 你可能你要交的税就比较少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当你分 这个例子是说我们房子买的是10万 卖出去是30万 那么我们是可以分5年 当你每次收到钱的时候呢 一部分是本金 那是不用交税的 第二部分是你的增值部分 增值部分是根据你当年的税率 有可能是0或者有可能是15是20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favorable的tax 那么利息 这部分的利息是当年要交 就一般的普通税率 好 这第六个方法呢 就是说最多化的优化 要优化你的扣除额 包括了房贷利息 包括了保险 那个房地产税 物业税 广告之类 好 我们第七个的时候呢 因为是在川普在2017年 通过了一个减税和就业方法 大家知道吗 你有可能有20%的一个免税额 所以的话你需要符合这个免税额 第八个方法的时候是折旧 请大家注意 折旧是一个很好的tax shelter 是一个避税所 所以的话这是在paper 其实你不用把钱付出来的 我们例子是说 我们有个房子 买了是100万 100万的话 这个是自住房子 除于27.5年的时候呢 我们每年可以自动扣除是 36,360块钱的美元 这个是不用你另外再付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九个方法 第九个方法 可能我会重点讲 第十个方法跟十一方法 那么第九个方法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吗 您可以用你的退休账户 来hold这个房子 那么房子在增值的时候呢 是你卖的房子是不用 因为是退休账户 当年是不用交税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个方法 第十个方法是 很多时候 我们是被忽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税的方法 因为当房子升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现金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是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 卖房子 就把钱拿回来 第二个房子是不用卖房子 就用借贷的方式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在税务上产生是什么效果 第一个卖房子 你当然是要有税的 那是要是你不卖房子 用借贷的方式 是不用交税 而且呢 房子所产生的那个利息 那个Purple Tax 还有借贷的一些费用 是可以去抵扣的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刚才的例子 就张先生的时候呢 他需要现金 他需要现金 所以的话 他现在的话就说不需要卖 不需要卖 他就可以去做一个 Cash Refinance 或者是做Home Equity 去向银行去借贷 那个时候就可以借到90万回来 那么那个90万 是您的钱 是不用交税的 而且90万所产生的利息 是可以抵税减免的 好 我知道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11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非常留意的 就是说这个时候利用遗产税的优惠来做一个减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就有个IRC Section 1014叫Step Up Basis 就是房子的价值 当你过市以后呢 它的成本是升到当年的市场的价值 另外第二个条是 2022年的遗产破免 而是在1200万 所以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来做一个税务规划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Living Trust 现在不要把房子给小孩子 就等到你过市的时候呢 再给小孩子 那么小孩子在你过市的六个月以内把房子卖掉 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好 我们最后一个就说 利用那个税收的损失来减免税 好 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 所以的话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我们中美化制式协会的讲座 我也很感谢我在后面 就是说一直默默支持 我的在协会的一些兄弟姐妹 因为没有你 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去分享 我这12个的方法 好 谢谢